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好大的水,好大的水,好大的水流 用来灌溉用的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啊 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宜兰的三星乡 宜兰三星乡 我在开车的这个路上看到有这样的 我以为是葱 因为三星乡这里啊 最出名的是三星葱,还有蒜 我以为这个是葱 我从车上面看下来的时候以为是葱 啊,结果 这个靠近一看,下车靠近一看 哇,哈哈,原来是水稻田,是水稻 啊,因为怎么知道它是水稻呢? 因为有一些,呃,这个税啊 稻税已经长了一点点,长得出来 那么所以的话呢,我就认得出它是水稻 还有呢,我在这里问了一位老人家 他说,这水稻是原来啊,割水稻的时候剩下的 剩下的呢,它长出来,现在长出来是他的儿子 是他的儿子,就原来的水稻的儿子 割下来长出来的 他说呢,会到这个明年的新年以后啊 大概一月中啊,就是,呃,元旦以后一月中 就会有,可以来收割了 这个水稻就会长成稻米了 到时候就可以收割了 好,问他们为什么不理它呢? 不拔掉呢? 他就说到时候可以收割 收割了之后呢,剩下的这个 收割出来的就可以用来吃,自己吃 或者卖 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就卖掉 好,我们这里是三星乡 我拍这条片是拍,除了要拍这个水稻 剩下的水稻 因为这个是在台湾这边北部啊 它们是一年只种一季的这个水稻 所以,这些是这一季的水稻剩下来的 长出来的 那么,南方,台湾的南部呢 是两季,一年两季的水稻 还有,我现在的话呢 就往着这个大同啊 大同的这个地日的一个景点去 大同 那到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这个 去拿一个鸡蛋 还有这个玉米 我已经预留了 这个生鸡蛋跟玉米 去地日那里把它弄熟来吃 那么我们去见证一下 这一个过程 那我现在就往着这个大同的地日景点 进发出发 那在这里我沿途还是会拍一些有关三星乡这边的乡村的面貌 三星乡这里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好啊 因为它这里的那个房子啊 又大又新很漂亮 它家好像这里的人都挺挺不错 挺有挺有钱的 因为这里是种有机农作物的这个乡村 所以这里的人的收入会比较高 因为这个附加价值比较高啊 这些农产品 有机的那种农产品 附加价值都比较高 大家看看这里的房子都这样的 各个都是大别墅 然后刚才访问了这个老人家老人家说 这里有钱的人三四甲四五甲地 没钱的人几分地 有些更穷的话呢 连地都没有都卖掉了 这个东西当然了 每个地方都有有穷的有富有的 但是看这个情况 我看到三星乡这里是整体都是 那平均应该都是比较有钱的 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周三四边都是被群山围绕 然后这里有个平地 这些大平原 周边是山中间是平地 很肥很肥的土地 非常肥育的土地 肥育的土地 这是我见到的稍微比较老一点的房子 但是也非常大 这里的人都建的房子都非常大 这个第一间看到有用铁皮搭建的 旁边这是一户 旁边还有一个平房 这边的房子也是好漂亮的 大别墅 这里都是种有机米 有机农作物 三星乡最出名的是 哎呀我们终于见到了 三星乡 终于见到了 下来下来拍一条片 下来顺便介绍一下 这里的为什么那么出名 三星乡为什么那么出名 听说还卖到香港啊 东南亚 澳大利亚周边的地方 下来访问一下这里的村民 哇终于 终于见到你们的三星冲了 我一直走过来都没见到 第一次见到你们这里的三星冲 听说很出名哦 听说你们的三星冲啊 全台湾都好多人 我昨天跟朋友一说 他说你们三星这边最出名就是三星冲啊 还有还有蒜是不是 蒜啊对啊我们那边有蒜 蒜是这里 这边 那刚种的 哦 这蒜 蒜是这个蒜苗还是下面的那个 蒜头 蒜头 下去给它长出来 然后上面是用来卖 也可以卖的 卖到市场 对啊 然后下面的蒜头也可以卖 没有啦 对啊是没错啦 但是就是 他蒜头 你要 你要那个什么 你要留一种而已啦 你要留蒜头就是 没有 没有留蒜头 你要吃的就是没有 就上面那个绿色的 这个叶 你如果要 你如果要 吃蒜头 你就是整颗 整颗不能拔 不能拔 就是要整颗给它 那个蒜头 我给它成熟的话 它可以把它整颗的拔起来 等它成熟 如果说像过年 我们菜市场在卖那个啊 对 就是 它就是 连蒜头一起拔起来啊 那个就是还没有成熟 哦 但是 我们平常在市场里面吃到那个蒜苗啊 上面的那一节啊 轻轻的 轻轻的绿绿的那个 对啊 它是割 没有 不是用割的 是整个拔起来 你看它那个绿色的那个月子对不对 下面还不是有一个那个像蒜头一样 小小的 小小的 只是它还没有成熟 哦 如果成熟的话 它就会变很大颗 哦 原来这样 我们那个就是很大颗 下去拨 拨一拨 再重新再种 就是这样 哦 这些重新种 其实是不是 把蒜头一颗一颗 它里面有好多颗吗 把它分出来 分半 分出来之后 就一颗一颗擦 那边在种 哦 那边在种 上面那里 上面有人在种就是 对对对 有人在种 那待会去去去去去去防卫一下 哈哈 然后呃 这个蒜头 你现在是 只是种蒜头 是不是 还是 还要